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手打着节拍 眼感受着律动 伊甸基金会所创立的半影舞集 是由一群听障朋友组成 他们因为舞蹈聚在一起 不只一起在台上发光发热 更成为一个温暖的大家庭 他们拍子拍子 因为听不懂得怎么清楚 要帮他们打拍子 他们学得还蛮快 因为靠眼睛嘛 听障朋友靠眼睛 他们工作学得是很快 但只是有时候跳舞会越跳越快 就是温暖的拍子就会跟不上 我们就在旁边再给他 给他数拍子这样子 本来是参观的那个角色 后来发现 很多听障朋友跟我也是一样啊 他们都可以学习到 跟听人 这比较针对是听障朋友的训练 而且呢 有时候我会 有时候会有机会 有机会出去表演 那我自己有自信了 所以有时候好 我也跟他们加入一起去跳 跳舞我是可以 给自己很大的信心 因为跳舞 你可以不管别人的想法 因为老师会帮助我们 帮我们打结胖 叫跟着老师节拍跳 然后慢慢慢慢 又要运进步 多练习 多练习 当跳熟了 跟节拍 跟上了 我觉得非常成就感 跳舞很快乐的是 不可能送他回运 好难 不可能 你不快乐吧 清静山林的美 有时候不需要舍近求远 只需要适当的带领 新北市近郊的新店 就有一群热爱自然的民众 组成了新店观光导览志工队 固定带民众走访步道 认识自然 每个礼拜二 新店观光导览志工队都会举办志工演习活动 而成年定居在美国的高赫年大姐 在一个应免机会下加入这个行列 这一待就是三年 我进到山里面 其实我不是为人要做事情 我到山里面 我常常觉得 我们台湾有这么好的环境 这么棒的步道 然后我到山里面 我会跟山对话 我就说 你给我这么正面 这么好的能量 我能为你做什么 也因为这样一个信念 后年大姐开始分享正确爱护山林的观念 向每个来参加的游客播下种子 她相信播种会发芽变成一片森林 让所有人都在做一样的工作 那什么叫无痕山林 我们人类把很多不该留下来的东西留在山里面了 就像你吃的 你今天橘子吃完了果皮 你觉得它在施肥就把它放在那边 你觉得在堆肥 你把你的种子也放在那边 所以它可能在某一个因素之下 它会变成长了一棵不该在那边出现的植物 我在信念住了这么久 可是我常常走这个步道 可是我真的都不知道说 它有这么多的历史 能够让我了解 我今天终于知道 所以我觉得我收获很多 透过这样的导览活动 让来参加的游客更认识信念的历史文化 也学会如何与自然共处 好 没参加的